贤秦史上个礼拜讲 落矮入秦宫 吕不韦解脱了 公元前238年 22岁的秦始皇亲政 这开始了秦国一统天下的序幕 那么这段历史到现在也是一段谜团 一段众说纷纭的历史 因为自秦始皇亲政的那一刻起 对就是那个幽名录 没错 那么秦始皇竟然能够在短短的几个月之内 既粉碎了落矮的势力 也粉碎了吕不韦的势力 真的是简直就是神来之彼 那么我们只能通过这些真相 这些记载去推测幕后的故事 首先落矮入了秦宫以后 他和赵姬也就是秦始皇他妈开始折腾 这一折腾不要紧 又像宣太后当年解决义渠王那样 赵姬给落矮一下子生了两个孩子 赵姬当年宣太后为了对付义渠王直接二话不说 把自己的孩子给杀了 那么赵姬可历史上记载 他是对落矮动了真情 动了真情 因为秦始皇还没亲政的时候 赵姬能够代替秦始皇来执掌天下 加上落矮是吕不韦的人 所以落矮官 他的官职扶摇直上 那夸张到什么时候 夸张到他落矮竟然能够被封侯 封为常信侯 落矮一被封侯 当时吕不韦那里头时刻过万 落矮也是一点都不须 吕不韦好几千 那真的是太夸张了 当时秦国人都说秦国是没有秦王的 谢谢激动绅士送出击筹 谢谢秦国是没 没有秦王的秦国 秦国只有众父 就是吕不韦 还有一个贾父 落矮 贾父是落矮自称的 有时候有一次落矮请客吃饭 有宾客就问这个落矮 秦王当今怎么样 赵姬是谁 赵姬是秦始皇他妈 谢谢 帅姬是秦始皇的重父 我比这个吕向国的地位还高 为什么呢 我是假父 这一下子说漏嘴了 你说说假父怎么是说漏嘴了 其实重父 吕不韦是落矮的 吕不韦是秦始皇的重父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吕不韦跟秦始皇的老爹秦庄相亡 有了兄弟之情 两人像亲兄弟一样 所以吕不韦就相当于是秦始皇 他干爹像叔父 叔伯父一样 那么这个贾父是怎么回事呢 贾父啊 就相当于落矮啊 已经是秦始皇的继父 这什么意思 就是说 落矮已经跟赵姬结 为夫妇 这个就太吓人了 大家注意 这个贾父 这是在古代一个文艺安文 其实说的是什么 继父 什么意思 我是他继父 落矮直接挑明了自己跟秦始皇的关系 那么 这个 余成龙 主播知道余成龙吗 现在又不是具体不错的 几分钟以前 我老爹正在看 然后我要直播 所以我老爹就不看了 匆匆 惊鸿一撇 只没有了解起 不是假 不是代理的意思 是季 季过季 季父的意思 这个东西 假不是真假 什么假结 就相当于 这个 就是 已经成为了他的父亲 虽然说名义上他跟秦始皇没有血缘关系 但是因为赵基是落矮的女人 落矮就是秦始皇甲父 这一下子是直接就炸了 真的是炸了 消息很快传到了秦始皇嬴政的耳朵里面 此时秦始皇嬴政还没有亲政 就派人打听 这一打听 不要紧 真的是不要紧 好家伙 他妈和落矮真是走得太远了 连孩子都生下来了 随后他又得知一个消息 就是秦始皇的亲娘 赵基 竟然想为了落矮 怎么办 废掉秦始皇 杀了秦始皇 让他的孩子 他为落矮生的孩子来当皇帝 当王 这下秦始皇真是眼圈都红了 亲生的 我真的是你亲生的 而且我名正言顺 我可是庄襄王的儿子 当时秦始皇很郁闷 但是你要说秦始皇千古一季 可够狠的 那么立即派人进入了烙矮的门客当中 在烙矮的门客当中安排眼线 那么他就得知到一个消息 就是他妈呀 就是赵基和落矮计划在他亲政的那一天派人去攻打他 就是发动政变 杀了这个秦始皇 秦始皇心想过将计就计啊 首先呀 嘱咐这个向国安平军 那么在这个雍城齐年宫埋伏大量的军队 埋伏大量的军队 要说秦始皇亲政啊 这在历史上是一个谜团 按理说秦始皇应该在咸阳 也就是秦国的这个呃 咸阳的这个秦王宫里面来举行这个亲政的仪式 但是在这一次他的亲政啊 竟然跑到了咸阳郊区的雍城 就离咸阳比较远的雍城 在齐年宫举行这个亲政的仪式 相当于把整个咸阳拱手让给了落矮 这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现象 那么我咱们做一个推断 如果说落矮和这个赵基 趁这个秦始皇去雍城宣布这个造反 然后把整个这个咸阳封锁了 那秦始皇那就秦王政啊 就成了这个在野孤军 所以我就推论是不是就是落矮身边的这个门客 或者是谋士啊 是秦始皇专门安排的 就是秦始皇特意这个制造出一种假象 什么假象呢 就是去雍城齐年宫来这个登基 秦政 那么制造出来中四边无人 就是给落矮杀他创造机会 可是落矮万万没有想到 这个说雍城是以前秦后的都城 到了这个秦始皇时代 咸阳时啊 咸阳时 就是给落矮制造出一种假象 什么假象呢 就是我四下无人 你过来杀我吧 真是大飞扬了 那么他就让这个昌平军啊 埋伏了大量的这个部队 埋伏了大量部队之后 那么到了这个公元前238年 落矮果然带人发动政变 带几千人开赴雍城去攻击在雍城七年宫亲政的秦始皇 这下子哎就这个不知道了 这下子就完全这个蒙逼了 落矮的几千门客呀 这个死得死伤得伤 伤得伤之后 那么落矮也这个顺理成章的成为了秦始皇的俘虏 那么成了秦始皇俘虏 你说那能有好吗 当时啊秦始皇说我终于可以是吧 新帐老帐一块算 13岁当皇帝22岁亲政 那么在这9年的时间里面 可能说落矮是在这个秦始皇14岁或者15岁的时候 去这个入皇宫来服侍赵姬 那么你说这个阴影 我这假父是吧 一个不情愿的假父 一个继父 啊 或者这个淫乱大秦的宫廷持续了8年 或者说是7年之久 换谁谁都忍不了啊 当时啊秦始皇就把赵姬给落矮生的这两个孩子呀 摔死了 当着落矮的面 是吧 你不是我儿子吗 你不是想让你儿子来取代我吗 取代我看看呀 啪 就给摔死了 那始终上继 那个始继继的很清楚啊 秦始皇当赵姬落矮的面 摔死这两个孩子 那么摔死这两个孩子之后啊 那么秦始皇敢说 对着身下面大臣说 落矮是吧 刚该当何嘴 这个史书上记载啊 说赵姬是买通了燕哥落矮的官员 就是假燕哥就把胡子和眉毛剃了 然后就送到这个皇宫里面 是这样 不是说没有燕哥 是假装燕哥了 这个举花叉 嗯 是这样 那么 落矮这一下子惨了 真的惨了 为什么刚才有人说 落矮是不是这个世界上啊 中国古往近来死的最惨的人呢 那肯定没办法比是吧 只有更惨没有最惨 那比如说你说这个过去受临池而死的人惨不惨 那惨是吧 被腰斩被车裂的惨不惨 落矮我们看史书记载是车裂 但实际上啊是是亲弟弟啊 是亲弟弟就同母异父嘛 那按理说也算是亲弟弟嘛 那秦始皇是怎么样的 就是说你们哎 开始就安排这些庭位啊 去来定这个落矮的罪 那过去一般来说 过去的这个在情况下 这个法国这个管理这个安全呢 也负责这个审理案件 要么是卫位 要么是庭位 那么在判落矮的罪的时候 就是想方设法呢 来组织罗列落矮的罪名 比如说今天偷老百姓一只鸡 好 这个脸上刺个字啊 这个明天啊 这个枪欺男霸女 好 砍一只脚 那落矮死的之惨呀 那真的是比较惨 怎么办呢 死了三天 这古代的中国的刑法啊 和现代刑法不一样 现在说有人犯罪了 比如说某某罪 是吧 这个 渐进有期徒刑五年 某某罪有期徒刑七年 某某罪有期徒刑九年 然后三罪合在一起 按照九年去这个执行 这就是说是这样 但是古代呢 它是这样 先从轻的罪开始执行 比如说穷面 两样刺字 好 开始执行 接下来了 该干什么呢 开始这个砍脚 就是这个 跃行啊 把脚指头砍了 把鼻子砍了 所以说它是这样 说一点一点的去让这个 落碍什么 这个 受刑 犯什么罪 受什么样的刑 当时 据一些野史记载啊 说为了怕落碍这个死了 那么就专门安排御医啊 就是这边一边再处理 那么一边再给落碍这个治病 直到把所有的这个刑罚都受完了 那么哎 才给了落碍这个痛快 车裂 车裂啊 你说落碍当时 估计公刑也这个受过了 那么什么月刑啊 这个穷 穷面呀 他都受过了 说当时就是说 把秦国有的刑罚 从头到尾挨了一遍 能挨的全挨了 这些官员们知道秦始皇什么意思呀 就是要处理他嘛 绝对不能让他好 说一刀砍了他 什么车裂 什么五马分尸 太便宜了 咱们从头来起 谢谢格林 送的若记 谢谢18867723005 送的赞 那么 这中间呀 有很多谜团 为什么呢 在秦始皇亲政之前 那么秦始皇可以这个信任的人呢 是谁呢 就是说信任的神是李斯 那么李斯出生于吕不韦呢 吕不韦的嫡系 开始的时候 李斯是吕不韦的高居门客 所以呀 这个在秦始皇处理 落爱和吕不韦的时候 那么李斯我们知道 后来得到秦始皇的重用 他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 是吧 一个统治下的国家 他为什么不自杀 没有机会 没有机会 都被抓住了 怎么自杀呢 当时 他可能是落爱应该说 咱们从咱们的角度来想 说不定落爱还希望这个 秦始皇他妈啊 毕竟是太后嘛 有能力保自己一命 是 毕竟这个 你要说秦国官最大什么 最有权势的人是谁 还是这个太后嘛 只不过秦始皇更狠 把他妈给隔离了 送到这个雍城 打入冷宫 就是这样的说法 呵 老爷是哪国人呢 这个我也不知道 我也没事研究他干什么呀 是不是 那么再回到这个问题 当时按照这个情况 秦始皇想要对付 老爷能够让昌平军带几千人 来在齐和宫埋伏 说明一件事 说明一件事 说明什么事呢 说明秦始皇是掌握兵权的 那么这个谜团就出现了 当年的秦始皇是如何掌握兵权 大家问好 真是无法解释 那么其次啊 昌平军是什么人 刚才有说有说 昌平军是中国 这个是楚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国君 那一开始啊 他也是这个敏信雄士的 属于楚国的贵族 那么一个楚国的王室子弟 竟然能够当上秦国的国相 这是为什么 那么历史当中并没有答案 怎么答案 那个后来 咱们说这个李开元先生 是专门研究秦汉史的历史学家 在这个秦奔义书当中 曾经写到说秦始皇啊 是有王后的 他的王后啊 是楚国人 只不过因为秦国法楚 秦楚这个联盟破裂 秦楚破裂 所以秦始皇 秦王嬴政 为了对付楚国 把王后给杀了 王后给杀了 那么据说这个苏 因为你想历史上 扶苏他老妈是谁 都不知道 对吧 都不知道 那么有可能就是说 扶苏 公子扶苏 按照这个称呼 公子可不是普通的 一般来说都是皇上的 就是王的这个嫡子 那就是说呀 吕不韦是秦始皇的干爹 那么咱们要说在这个情况下 很有可能啊 秦始皇在他这个当国君的时候 因为你想22岁不可能才这个 这不是据说呀 是吧 是秦崩吧 一个是楚王 一个是秦崩 就是李开元先生的考证 就是有可就是因为他你要是如果说 其这个昌平君平白无故的就成为秦国的国相 这是这个说不了 说不清楚的 这是一个历史之谜 这是现代学舍的一个推论 这种推论就说明啊 当时秦始皇在13岁当秦国的国君 一直到22岁亲政之前 因为他这个婚姻 他是自己做不了主的 是可以由这个吕不韦和这个当时赵姬共同控制的 如果说这个条件成立的话 他不可能不去不取这个这个 就是不可能就是不不不就是不可能没有王后 那么就娶了楚国的这个王女 甚至就是楚国王女的这个兄弟昌平君 跟随秦始皇的王后啊 来到了秦国来当的这个国相 那么那根据后来历史记载 说这个昌平君因为这个跟秦始皇政见不合 被秦始皇驱逐了 驱逐回楚国 后来被立为楚王 来反抗这个秦始皇的暴政啊 进攻 那其实这个东西啊 真二八经啊 我不是你说你想想战国策 将将使劲 你现在是公众人物 不要乱说 你会误导别人思想的 主播我这个没有乱说啊 这个我讲的是这个李开元先生 在这个秦崩当中 他写的这个一些自己的推论 那么现在很多史学家也认可这个推论 靠谱靠谱 为什么呢 因为扶苏据说是这个母亲是楚人 那么扶苏的母亲应该就是秦王的王后 只不过历史当中秦始皇并因为某种原因 把自己的老婆给抹了 把自己的老婆给抹了 就是所有关于扶苏母亲的记载 自己王后的记载都没有了 等到秦始皇一统天下的时候 连皇后都这个没有了 但是肯定会有 放心 绝对会有 否则因为秦始皇13岁登基 他有一段没办法左右自己人生的这么一段经历 那你说他母亲他的父亲 是吧 这个是不可能不给 就是他的母亲以及国县吕布韦 是不可能不给他选王后的 你说不要推断 不要讲推断 讲直接历史事件 那么这个不讲的话就说不清楚了 历史是断了 对吧 这个断了 就断了 所以说还是按照现在史学家的一种考证 是吧 然后去开始这么讲 是吧 这个要说一下 你说我突然讲 这个乱死了 然后昌平君后来又怎么怎么样 就断了 是吧 对 就是说秦始就是昌平君的这个原因还是很多的 他有时候 这个就是说公元前238年 那么讲完烙爱 因为烙爱是吕布韦举荐给秦王的 推到取倾给这个赵基的 所以李布受到烙爱这个造反的事件 受到吕布韦就受到牵连 当时秦始皇对吕布韦非常的不满 那不满到极点了 你怎么能配当秦国的这个国相呢 那你说秦始皇和他母亲有特殊关系 所以沙拉爱也没有王后 是不可能的 这个狂傲 这孤傲狂拽霸 你想秦始皇22岁亲政 13岁登基 那么13岁到22岁 这段是这段岁月里面 那他娶不娶老婆呢 是吧 他必须得娶老婆 这个不是他能决定的 是他母亲决定的 而且肯定要娜王后 也就是说在他15或者16岁的时候 肯定会娶王后 这个东西 我说了呀 你说一个过去古代一个国军 可能在22岁之前没有皇后吗 是吧 主要你有什么不高兴的 让我高兴高兴 哎呀 我的不高兴就是你的不高兴 你要不高兴了 我就不高兴了 我要高兴了 你要高兴了 我就高兴了 嗯 你看你怎么不高兴吧 嗯 嗯 好 那么接着往下讲 吕不伟啊 他在秦始皇的这个逼迫之下 辞去了国相的位置 辞去国相之后啊 那么我们要看 烙爱是公元前238年死的 而吕不伟是公元前235年死的 当时秦始皇对这个吕不伟啊 是步步紧逼 这紧逼 首先逼吕不伟辞去自己的国相 后来接着把吕不伟赶到自己的封地 就像当年犯居辞别昭襄王的时候 那么这时候我们要看呀 秦始皇在对吕不伟的问题上 没有像烙爱那样 这样就是奸业果断直接杀了 这说明啊 就是吕不伟当时在秦国还有一定的影响力 甚至在秦始皇罢免吕不伟的国相之后 还有很多人在替这个吕不伟求情 这也说明啊 秦始皇的这个亲政 公元前238年的亲政 是一次不完全的亲政 那么根据他对吕不伟的反应 掌握了一部分军队 掌握了一部分的这个是大臣 那么这些大臣应该还是这个受到这个李斯的这个影响 就是因为李斯是一开始是吕不伟的 现在是秦王嫡系嘛 当这些事情发生以后 又过两年 那么秦始皇啊 一看吕不伟你怎么还不死 是吧 专门派写了一个诏书 去责问吕不伟 说你有什么本事待到这个秦国 谢谢丢了出心 怎么回头送了赞 你有什么本事待到秦国 你啥也不会 你不是这个大臣不就是个做买卖的吗 商人吗 其实这是一种贬低 然后啊 就下令让这个吕不伟啊 这个你别在这个你的封地单上了 你赶紧去巴蜀 你离我远远的啊 这离得我太近了 我能还能听到你的消息 闻到你的味道 看到了这个 看着你就不爽 所以啊 就下令吕不伟去巴蜀 吕不伟一看 是吧 秦始皇 这是要我的命啊 这个曾经自己的干儿子 这个称自己为重负的嬴政 这是要我的命啊 这吕不伟瞬间就懂了 得了巴蜀 我也不去了 喝毒酒吧 喝了毒酒 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那么吕不伟啊 这一代传奇啊 竟然也是 这个穷途末路 被这个秦始皇逼得自杀 吕不伟啊 这时候啊 其实吕不伟之死啊 还是出现一个小问题 什么问题呢 吕不伟在活着的时候 专门找人编转了一本书 编转了一本书 什么 吕氏春秋 他记载了春秋战国年间 诸子百家的成就 用一个一个小故事来这个 辅佐君王执政 甚至啊 吕不伟都找人把这个 吕氏春秋放在城门口 号召天下的这个读书人来挑毛病 挑出一个错字来 这个赏千金 一字千金呢 真正来说啊 那个吕不伟之死啊 是秦始皇迎政 对这个吕不伟的讨厌 但是吕氏春秋啊 当时是旧秦国的一本梁书啊 为什么 吕不伟的左这个吕氏春秋 他是一本 他虽然在 咱们要看查资料的话 他被称为杂说 但是他是有中心思想的 中心思想是有很多儒家观点 还有一些黄老学说 有道家的观点 不是道家 不是道教 一方面啊 追求儒家的人意理智信 一方面追求道家的无为而至 修养生息 秦始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 秦国需要由一个军事化国家 变成一个内政化国家 真正是吧 这个吕不伟啊 他这个吕氏春秋啊 是能够改变当时秦国 这是立国之本的 如果说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 能够按照吕氏春秋的方法去实施 根本不会有四百年 就是大汉的天下呀 真是挺可惜的